今天非常高兴 要请到我们W&S婚纱工作室的杨凯摄影师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是 大家其实看到就是 摄影师啊 这个很需要 你知道天生的美感 对 所以你应该是在我们的婚纱工作室这一块 你是担任摄影师嘛 那是否 也在你创业之前 就已经累积了非常长的一段的 就是摄影师之路呢 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平面设计 对 那接触摄影大概也是十几年 所以你像是半路起家 不是一开始就做这件事情 算对 在学校只是学一些基本的概念而已 那其实这个摄影还是要靠后天自己 努力 对 然后还是要多拍多学习 对 才会造就 对 所以要速成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对 是 那你本身如果是 是应该说室内摄影师嘛 嗯 对 室内设计师嘛对不对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下你会去想要接触到就是摄影这一块 应该说从公司出来之后两个是并进的 那两个如果要并进的话其实太辛苦 嗯 因为室内设计的工序又更复杂 嗯 所以就后来放弃室内设计 嗯 对转为就是摄影 嗯 对 因为摄影 不 乐趣都不一样 嗯 就是 摄影给我感觉就是可以带动欢乐啊 因为毕竟我是以人为主 嗯 所以比较喜欢跟人互动 嗯 对 了解 所以是如何从你知道就是 一个应该说婚纱摄影师一定从助理嘛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做到专业摄影师 那你是如何去把自己培养起来的 嗯 嗯 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嗯 因为婚纱摄影师他一定有他的美感 那是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婚纱摄影师这一块 可以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知道说 如果未来你想要成为婚纱摄影师 他可以怎么去 把自己就是养成计划 或是怎么去走到这样的专业 应该说我觉得最大的 对我来讲 嗯 我觉得每个人的路程可能不一样 嗯 可是对我来讲应该是说 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你想做这件事 对 可是那时候还不够专业怎么办 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直拍 一直请人家帮我们看 嗯 然后不断的再看更多的作品去经济 嗯 对 对那我一开始最单纯就是从人像素人开始 嗯嗯嗯 所以也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想把人拍漂亮 嗯嗯 后来慢慢觉得说 欸好像场地啊服装啊情绪啊都很重要 嗯嗯 都要必须是一致的 这整张照片才会是完整的 就不会单纯说只是拍人像 嗯嗯 就像看电影一样 嗯嗯 我们看一部电影 他必须考究背景啊服装啊情绪啊今天演什么角色 要什么情绪 对那我觉得拍照也是一样 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去慢慢拼凑起 是那你这机会是如何帮自己创造这些机会 因为一开始你还只是个素人摄影师那可能有一些同行可能或是前辈把你看过嘛 是 那你原本是先从什么来做基来做基础是助理吗 还是是有去做其他的婚礼的产业 嗯 先从婚礼记录开始 嗯嗯嗯 应该说就是婚礼当天的一些流程记录拍摄开始 嗯嗯嗯嗯 对然后慢慢接触到哦原来这个是属于婚纱类的 嗯嗯 对那记录慢慢慢慢拍着以后之后呢才转为说拍婚纱这样子 嗯嗯 那一开始拍婚纱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因为毕竟我们婚礼的礼服跟蝙蝠是不一样 嗯嗯 那让我慢慢了解说原来每一件礼服适合的每一个身形是不同的 嗯嗯 对那就觉得说上一次这个动作这件礼服可以为什么这件不行 嗯嗯 对才发现说原来礼服款式会影响到动作啊影响到风格啊等等的问题 对还有加上是比例我们的人的比例 有的脖子比较长有的肩膀比较宽 对等等适合的礼服也都不一样 嗯嗯嗯 慢慢去剖析说 不是像我们我们所说的像我们看外国人好像每个人都长一样 一开始我看礼服的时候也觉得说每一件不是都长差不多吗 对有差别吗不是都白色吗 其实新人也是这样想法 对所以我们透过我自己的研究之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去帮新人去剖析说 怎样的礼服可以修饰身形 怎样的礼服可以展现出你现在想要的风格 嗯哼哼哼是理解 然后也比较知道说借由他们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拍的更好看 然后就可以借由你的专业的部分然后呈现他们最美的样子 是 哇这个真的是你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 然后让自己的经验就是越来越丰富 按键越来越多 嗯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哇我觉得也是需要 因为像我觉得婚纱摄影这一块版就是一个 真的需要更了解很多美感还有美感的部分 嗯然后来去做一些经验养成还有作品的累积 是是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你应该说当时在跟婚纱摄影的时候 是应该是跟婚纱公司配合嘛对不对 那是什么原因之下让你觉得说 欸不行我想要出来做 应该说所谓的配合就是他有帮你介绍到的时候 或是说他有遇到适合的新人的时候 他才会把你引荐出来 嗯对所以在掌控权上还是交由婚纱摄影 所以等于说自己的理念没有办法马上的去发挥 尤其是婚纱摄影它有这么多的摄影师 那每一个摄影师都有每一个摄影师的想法 他们很难去做到说一一的介绍到这么细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自己有很强烈的想法 必须还是要靠自己去结洽 等等对所以才会觉得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控 是是但是你大家也都知道你知道就是配合应该是说 当你是专业的摄影师有人会可以把你接单嘛 那跟你是经营者你的角度已经是不一样 那大家都知道创业维艰 那当你成为老板之后 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挫折 或者是有没有曾经想过想要放弃的时候 挫折应该是说一开始的设定 比如说礼服的建树 然后还有资金的预留 因为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像单纯就是 我很会拍照我把照片拍好 把女生拍美 那这样就会有很多客源 对其实这个是只有是摄影师的角度 如果说你是以创业想要有更多吸引更多的客源 要有更多的考量 比如说资金 比如说市场动向等等 对了解 但是真的有想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放弃从来没有想过 对因为我会觉得这条路踏上去就没有放弃 感觉就是告诉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你只能遇到问题只会一直产生 那遇到问题只是要想办法去克服 而不是第一个条件是先想放弃 对了解 对于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对 那也确实真的让你实现了就是一路一直到现在 第几年的时间了 目前是第八年 哇 应该有服务上百位客人了吧 应该是超过 甚至前面的可能路上遇到都不见得认得出来 对 有可能有些你看你八年前拍的客人到现在可能小朋友已经几岁了这样子 都已经 是 嗯 这个很多 对不对 对 那我相信这么多的客人会选择你们一定有你们跟其他同行不一样 最大的差异或或是你们最大的优势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最大的优势应该是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温度跟当初介绍的到后面体验完的是一致的 嗯 对 比如说 对我来说我的经营方式就是说我能做到的 嗯 我才说不能做到的就不能做到 嗯 所以我的方式比较是采取说 呃 我有什么我我全部介绍完 嗯 那如果你喜欢这里或者是 呃你觉得你你适合这里 嗯 那这个客人就会留下 嗯 对 那我们比较没有太多的商业操作 或者是促销 嗯 或者是说呃 赠品等等的方式去把客人留下 因为我会觉得说 毕竟来这里的人是要作品 嗯 不是要优惠 对 那如果是要优惠就不会是我们想要服务的对象这样子 嗯 对 所以我们会一进来就是认真的讨论作品 嗯 对 就是他是一生一次的完美 大作 那所以你会认真的对待你的客人 然后在你们的讨论之中去讨论出彼此 会最想要达成的一个合作跟作品的产生 是 那我相信其实有这么多的客人 你知道你也帮忙完成了这些作品 一定很多客人很感动 那他在回馈给你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是支持着你进去前进的动力的一些回馈 我觉得我们的客人的回馈方式可以明显让我感受到就是他会在我们的Google评论留言 那多则三四百字 那他可以写到很巨细迷遗的谁帮他服务什么 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感受到什么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客人是喜欢的有感受到的 对那甚至我们大部分都是介绍客居多 甚至我有遇到一个介绍客他是介绍者他是没有在这里拍摄 可是他却会帮我们介绍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做可能做对了某些事情 那所谓的某些事情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们把该会的或者是做不到的 我们都很诚实的告诉我们的客群 对那让他们很自由的去选择说 这里适合我或是这里不适合我都没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操作之下呢 反而介绍者他觉得他不是这里 可是他会介绍适合的朋友来 这是让我觉得蛮意外 而且也觉得是一个善的循环 是 哇我觉得一定也是他们看过你的作品 或者是他有看过比如他的朋友吧 可能也有被门开过 可能或许看了你的作品就是觉得是不错的 那你才会想要推荐给他的朋友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你出来做你一直在打造你自己的品牌 那也把自己的品牌的风格也建立起来了 所以相信很多的人会喜欢你的摄影跟你的作品 一定也是因为他的风格跟你是相近的 所以才希望由你来完成他一生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完美大作 这样 那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客人是希望由你来服务 那未来有没有对于就是W&S有短中长期的计划呢 计划的话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是两个人的作业方式 那当然也会希望说扩大 或者是说 我现在我要自己介绍自己拍摄 对好处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客人面对我是信任的 因为看到你自己讲出来的承诺自己又做到 对那我会希望说将来我这个介绍的位置可以让出来 让给专属的人去做 可是呢专属的人去做他还是要秉持我原来的理念 下去做操作 是所以应该是想要找理念相同的伙伴 对然后再把这个好的方式延续下去 而不是说你一分工之后大家就开始推卸责任 开始往各自的利益去思考 这样子就背道而驰 是 不过这样的经营理念确实真的就要公私化 而且也需要真的是更多的按键曝光 然后行销 然后让更多按键进来才有办法可以分摊下去 让更多的人来去 应该是说每一个零件各一个小螺丝 让他们来去运作 是 我们也期待W&S最后扩大 然后呢甚至有机会不只有中部有 那有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W&S的品牌 是 那接下来未来如果说你知道有些年轻人 大家其实台湾很多非常多的 你知道优秀的摄影师 或者是还怀揣着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的年轻人 未来也都会希望可能今天看了你的故事之后 未来想成为就是婚纱业的摄影师跟创造者 你会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给他的建议就是说 如何行销自己 对 因为其实摄影师真的非常非常多 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竞争 那你如何从这么多竞争者被看到 这个是除了把摄影拍好以外 对 所以应该是具备 应该怎么说 自个人的经营方法 对 要先具备 然后资金 对 应该是精英者跟摄影师 精英又不是不一样的 是 的角色 所以他也还需要更多就是 对于精英这个层面的一些想法 跟评估吧 对不对 对 嗯 确实 所以怀揣着艺术梦的艺人们 摄影师们 对 还是一样可以做梦 但是他进入到就是你要创业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有更多 确实需要更多经营的想法跟头脑在里面 不能只有想着 就是要拍摄 按指自己进来 当然作品会说话 但是确实需要如何去把自己的作品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你的作品才可以一直帮你说话 是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W&S婚纱工作室的杨凯 摄影师 还有我们的创我们W&S的创办人 是 对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谢谢